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位于在屏东县的新地标植人丁 这里有一家肉燥饭 好吃到荣获了2019年台湾卤肉饭节的肯定 他们对肉燥肉质肥瘦均匀 淋在饭上咸香甘醇 店里头的猪肉全都来自于自家饲养的黑猪 老板说为了让黑猪肉吃起来更香甜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钻研 找出台湾原生种的黑猪 在2018年还成功地外销到香港 也成为畜牧业相当重要的一大创举 淋上咸香的肉燥 这碗肉燥饭吃进甘醇的酱香 还有黑猪肉的香甜 你如果吃到这边的肉燥的话非常的香 而且它的猪肉有没有都非常的扎实 先到了围焦的里肌肉 鲜嫩不会干柴 用黑猪肉制成的烧肉饭香气特别诱人 重要工程来自里容村自己饲养的黑猪 走进里容村的猪场 没有恼人味道 凡是井然有序的分区 每一头猪都有明确的记录卡 我们有导入大数据的分析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栏位的记录 我们最后不是说这个栏位可能它长大了 然后土骰卖掉了之后就不见了 我们把这个资料再导入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交叉分析跟比对 比方说可能哪个季节的株子比较不好养 还是说哪个时节的株子疾病比较容易发生 我们就可以提早的去知道跟预防这样的状况发生 善用科学的方式因为过去的里容村 是在科技大厂的印竹馆 但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无新叫的开始 让他不得不思考下一步 正好当时政府在推广青年从农 看上了农业的发展性 他回到太太的娘家屏东 开启了养猪人生 当然我进来的时候家里面反对的声量很大 那我觉得其实越没人愿意做的工作 其实它未来的发展性越大 台湾的黑猪经过百年来 有日本时代早前还有荷兰人子女 那白猪大量的引进台湾 所以它混种得非常的严重 那严重之后变成说我们早期台湾好吃的黑猪肉 可能现在吃起来不像早期的口感一样 那我们就是把台湾的原生种再把它找回来 那我们用科学的方式 用DNA的方式 用抽血的方式去分析 然后这个猪脂是不是够纯种 然后我们再一代一代筛选下来 那也将筛选的实力 下定决心胜利目标 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台湾黑猪的原生种 还获得了全国百大青龙 除了品种黑猪肉要好吃 喂食的饲料同样严格把关 玉米然后豆粉还有小麦下去调配的 我们里面还放了一些益生菌 酵母菌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猪场的臭味就比较没有 那猪脂也比较健康 猪脂健康 黑猪肉变得香甜了 2018年更受到国外业者的青睐 100头台湾原生种黑猪 从台湾运抵了香港 这是1997年台湾口敌疫爆发至今 第一次的黑猪活体外销 那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很繁杂 也不容易的 但是坚持 我们这样子做了10年才有一点成绩 那如果你不去坚持的话 其实你连成绩都不可能会达成 坚持的心态 在里容春的店里也能看得见 我们就是说希望把我们最好的产品 就提供给消费者 一位客人的建议 里容春从农业跨足到了餐饮业 在屏东植人丁开设店面 卖起自家的黑猪肉 料理就交给太太李佩芬 红葱头当然是自己炸的是最新鲜的 然后你外面那种加工的 那个跟着你口感完全 香味也都不一样 制作肉燥饭 炸过的猪皮加进了五花肉 还有后腿肉 肥瘦比例长了在4.6 就慢慢让它煎出那个肉的 那种焦香味就可以了 让它有一点那个油脂 释放到整个那个肉质里面去这样子 面对先生的转业 从燕子业跨到了畜牧业 再到餐饮业 李佩芬一开始都投反对票 我是担心的 然后后来看她也满坚持的 很有毅力 然后也就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她 后来慢慢说服完以后 就觉得还是放手让她去闯一闯 如今李佩芬成为李永春最大的后盾 夫妻俩的互相扶持 让这锅经过了时间熬卤出来的肉燥 格外香醇 肉燥饭肥瘦比利拿捏得刚刚好 配上了小黄瓜的清甜不会油腻 或者米饭一起吃 黑猪肉的甘甜洋溢在嘴里 不带任何猪腥味 迷人的滋味 还获得2019年台湾滷肉饭节的肯定 那肉燥就很扎实 然后它吃起来会比较有 比较嫩 就是跟外面吃起来肉燥饭比较不一样 烧肉饭的烧肉选用大理机 肉质偏瘦 但带有一点点的油脂 一一切片之后泡过了腌渍 让肉片入味 还特别加进了柠檬汁 它会分解那个肉的那个脂肪 它会软化那个肉质 所以吃起来会更嫩 然后香气也有 烧肉煎到了维胶 扑鼻的香味令人食欲大开 搭配的白饭还融入小巧思 拌进了油葱酥跟胡椒 香气更上一层楼 烧肉饭 烧肉覆盖了整个外面 肉质带有淡淡的柠檬酸香 口感不会干涩 米饭拌着油葱香富有层次 口味一点都不单调 一般的烧肉是寿司在甜而已 但是它是本身肉质就很甜 嚼越久会觉得它越来越香 越来越甜这样 香度满分的还有香肠饭 用料很霸气 香肠口感扎实 带有一点咬劲 但是不会干硬 对自己饲养的黑猪肉很有信心 梅花肉片就像牛肉汤一样 直接加进高汤烫熟 肉质的甜嫩马上见分晓 肉片口感Q嫩恰到好处 猪骨熬的汤头清爽不油腻 市面上的供丸多半做成了供丸汤 李永春反倒把它拿来炸 这个温度我们大概是调整在 160到180度左右 如果我们一直用高温的去提供的话 它变成是说它里面可能还没有达到熟化的过程 可是外面已经焦缓就不好了 黑豚脆丸炸到了外皮金黄 香脆有弹性 里头还包有肉质不会太硬 当你听到说不吃猪肉的消费者 他觉得猪肉有烧味 那吃我们家的猪肉 他觉得说他克服了这样的恐惧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热情 李永春致力赋予台湾的全种黑猪 这条路走得孤单 但是最后的收货能在 证明留下的汗水跟泪水都值得了 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品尝几家 洋民国际的特色餐厅 首先在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附近 有一家创意料理 掌勺的师傅拥有将近40年的厨艺经验 最擅长的就是把中国菜融入异国料理 像是招牌的老蛋烧酒拉面 用麻油料理融合了日本拉面 味道香浓醇厚 搭配Q弹的面条 吃起来相当饱足 另外这道人气披萨 虾先生爱装蒜 鲜虾混合了热乎乎的 马扎瑞拉起司 吃起来奶香浓郁 让人回味无穷 我第一次吃这个黄鱼面 我很惊讶 因为我想黄鱼怎么做到拉面里面去 这是一个创始吧 让客人为之惊艳的创意拉面披萨餐厅 就位在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附近 还没有到用餐时间 已经有排队人潮 店里有美味的玉鑽黄鱼拉面 旁公公的老蛋烧酒面 清炖牛肉拉面 还有虾先生爱装蒜 以及原来是虾松披萨 又人好料 吸引注重身材的健美先生 前来品尝 那因为我本身健身 就是当然会很喜欢吃一些美食 当然运动吃美食嘛 那都会挑一些 比较有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我很喜欢吃一些虾类的东西 所以它的虾料 用料真的非常实在 也蛮大的 以师傅的手艺 我觉得它的面 可能要费很大的功夫 就是揉面的过程 可能比较要逆到要够 它面才会Q才会弹牙这样子 客人喜爱的创意拉面 面条会香Q有劲道 是因为师傅选用日本面粉制作 面条里面的话是 主要是澳本面粉 然后还会再加一些小麦蛋白 那小麦蛋白的功用是可以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蛋白粉的话是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那面条做出来会更Q更好吃这样 好吃的招牌拉面老蛋烧酒口味 汤头师傅选用鸡骨熬汤 再以老姜麻油和鸡蛋爆炒出浓郁的汤底 以前老师说你要吃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是真的要做月子 还可能会吃到麻油 麻油汁这些东西 那当然现在要吃的是很容易 但是比较没有人会想到说 这种做法呈现的时候 跟日式的面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拉面呢 我们这里有加黑毛猪肉 所以它这个组合是很公平的 我这个事情看好了 进下一个月 什么时候 Le Benson